这是宝子们最爱看的末世文 完结文33分钟 缘好WiFi 备好瓜子 开往末世的火车发车了 祝愿宝子们长高10厘米 新的一年寿石金 在一个繁华的都市中心 我的烧烤店总是人潮涌动 香气四溢 我的烧烤记忆精湛 手艺传承自家族 加之他不断的创新和尝试 使得我的烧烤店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然而 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改变了我的命运 烧烤店竟然出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一个充满了废墟和丧尸的末世 我在末世开了一家烧烤店 别人打丧尸饿肚子 我天天炫滋滋冒油的五花肉 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天了 我开了一边烤着的五花肉 哀叹一声 三天前的店里的煤气罐爆炸了 在睁眼的时候 我跟我的烧烤店就都来了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这里没什么人 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而且晚上连路灯都没有 除了店里外面都是一片漆黑 最离谱的是这里还有丧尸 是电影里演的那种浑身式血残之断壁的丧尸 好在丧尸不知道为什么都进不来门 我这些天还能一直狗在这里 我翻烤着五花肉 直到它变了颜色支支冒油 才拿下来吹了吹塞进嘴里 很香 很多油 很好吃 我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可是这些天我的店里只有源源不断的五花肉和啤酒 别的食材一律都没有 每次我想去拿冰柜里别的食材的时候 都好像有一层结界似的挡住我的手 一个电子音提示我 请开始营业 招待客人解锁剩余食材 吃了三天烤五花 我已经快吃优了 可是客人在哪里 除了油荡的丧尸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总不能请丧尸进来喝一杯吧 我拿着五花肉烤串 蹲在门口长须短炭 只望天上掉下来一个客人给我 等了半天 我腿都蹲抹了 门口还是一片漆黑 夜色笼罩在浓雾里 远处的废墟里只有丧尸的爱好 整片黑暗的天地里 只有烧烤店这一处微弱的光 我喝了最后一口啤酒 正打算回后厨休息 门口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摇晃的人影 我还以为是丧尸 结果在定睛一看 那居然真的是个人 一个个子约摸175左右 远脸的少年 虽然浑身是血 脚步亮呛 但是他的眼睛却还是清亮的 这真的是个人 此时他正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满脸的不可置信 趴在窗户上的手直哆嗦 客人 我脑海中立刻尖叫起来 手在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就打开了门 挤出一脸笑容 就像以前在夜市招晚客人一样温柔道 帅哥 吃烧烤吗 少白恍惚地坐在烧烤桌前 这里真的是烧烤店 周围摆着很多塑料的 上面沾着油渍的绿色桌椅 角落里还摆着扎皮筒 桌上的一次性筷子看着有些劣质 一看就是夜市里最常见的那种烧烤店 店里弥漫着烤肉的香味 混杂着油香和各种调料的味道 熟悉又陌生 他又多久没吃过烧烤了 好像自从三年前末世降临 他就没再吃过一顿好饭了 曾经180斤的小胖子 现在只剩下了120斤 都快瘦得皮包骨了 而现在他抬头看着一边的店主 这片废墟里的烧烤店 到底是真的还是幻象 那年纪不大的女店主 此时正笑眯眯地烤着一把五花肉 肉串被火里逼出了精量的肥油 掉到炭火上发出滋拉滋拉的爆点声 自然粉末在空气中飘荡 融合在了烤肉香气里 让人胃里紧缩着翻涌起来 口中不停地分泌口水 少白想 他该走的 这可是末世 所有国家都不存在了 人类只剩下原本的十分之一 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家烧烤店呢 还是一家这么正常的烧烤店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但是那烤肉的香味 就好像一把绳索牢牢地捆在他身上 让他动弹不得 只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把火上的烤串 他恨不得上去抢过来塞进嘴里 好在这种煎熬没有持续太久 女店主在烤串上撒上最后一把辣椒面 又在炭火上按了一下 就把二十来串烤五花都堆在了盘子里 顺便还去一边的扎皮筒里 打了满满一杯扎皮 冒着白色泡沫的冰啤酒 在空气中凝结出了一层水汽 女店主把托盘和啤酒 都放在少白桌上笑道 久等了 烤穿热腾腾的白气扑面而来 带着霸道的香气 少白被这香气冲得一愣 呆呆地看着微微焦黄的五花油 遇到 这是给我的 我可以吃吗 女店主笑道 当然了 不过你有可以付费的东西吗 少白想了想 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摸出几个绿色的金盒来 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递过去 这个可以吗 是一级丧失的金盒 现在可以买到两个玉米饼 他说着说着自己也低下头去 显然他也知道这东西的价值 远远比不上这么多烤五花肉 毕竟 这可是肉啊 末世来的第一年 所有的畜牧业就都消失了 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吃肉了 冻肉在黑市场可以卖出天价 还有价无事 更别说 这五花一看就很新鲜了 少白的面色胀红起来 想要拔腿就走 可是屁股却怎么也起不来 太香了 哪怕只能吃一口呢 这已经是他唯一的财富了 刚才他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金盒 才被人打伤的 让他意外的是 女店主有些稀奇地拿起那些金盒 看了看就点了点头 可以 不够的话你说 我在烤 说着就回到了柜台里 少白惊讶地看着女店主 可那五花的香味 已经顺着他的每一根毛孔钻进大脑 让他无暇反应了 他抓起一根烤串就塞进嘴里 珍惜地咀嚼每一块肉 辣椒 自然 芝麻混杂的美味机的少白眼眶一酸 几乎掉下眼泪来 他现在才意识到美食意味着什么 吃了这一口 他现在立刻死了也无汗了 喝点酒啊 别单吃串啊 女店主招呼他 这都是鲜皮 每天都换 少白停下嘴里的动作 看了一眼一边的啤酒 巨大的扎皮杯外面凝着一层水汽 水珠顺着杯壁流到了桌子上 小麦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他颤抖着手握住杯子 浪漫地喝了一口 冰凉的啤酒带着二氧化碳流入他的食道 刚才烤串带起的炭火器 被这口冰啤酒瞬间浇灭 爽的人浑身毛孔都透着畅快 少白把啤酒杯在桌上一顿 红着眼大声道 舒坦 女店主朝他这边看了看 勾了勾嘴角 二十根烤串在少白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都吃光了 等他回过神来 盘子里只剩下一把铁签子 所有的肉都没了 啤酒杯也空空如也 一滴都倒不出来了 少白有些失望地摸了肚子 他还没吃饱 胃里还叫嚣着想再吃点什么 可是他攥了一把空荡荡的口袋 最后还是咬牙站了起来 女店主一看他站起来 小跑着过来问他 吃好了吗 要不要再点点 少白苦笑着摇了摇头 谢谢你等我有钱了再来吧 说着他留恋地闻了一下空气中残留的香味 推开门步入了夜色里 我拿着手里的金盒 美滋滋地打开冰柜 现在客人也招待了 总该解锁新食材了吧 果然一打开冰柜 金盒就从我手里消失了 在探守进冰柜的时候 除了五花肉我还掏出了一条大鱿鱼 烤鱿鱼 我的爱 果然这二十个串没白烤 我挑了几个鱿鱼出来放在烤架上 天天吃五花 我是真他妈吃够了 今天的晚饭就是烤鱿鱼了 接下来的几天 店里都没再有顾客了 这里是人烟稀少 除了偶尔经过的丧失 就没什么其他的活物了 我就靠着五花肉跟鱿鱼度过了半个周 感觉鱿鱼也变得没那么好吃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祈祷感动了上仓 就在我再次许愿来一个新顾客的时候 门突然再次被敲响了 我透过玻璃窗户一看 门外站着的赫然是上个周的那个顾客 那个叫邵白的少年 此刻他正焦急地喊道 老板 老板求求你救救我哥 我可以付金盒 我这才看到他还搀扶着一个人 只不过夜色太深 之前没看清楚 那个人伤得比他上次来的时候还重 浑身的血不停地往下滴 身子都站不直了 他只能靠在邵白身上 邵白急得眼睛都红了 老板 求求你了 我这次带金盒了 很多金盒 这个孩子上次付钱吃饭非常礼貌 也从头到尾都没有多问什么 我对他颇有好感 赶紧拉开了门放他们进来 怎么了这是 邵白抹了一把眼泪 恨恨到 那些人为了抢金盒把我给堵了 我哥去救我的时候被他们埋伏了 本来以他的本事肯定不会有事 但是我哥之前刚杀了一只四级丧尸 伤还没好 这群畜生 他攥紧了拳头 随机哀求道 老板 你这里有没有药 我愿意拿我所有的金盒来换 说着他就从口袋里 抓出了两把上次给我的那种绿色的金石 只不过这次除了绿色的 还有黄色的和红色的 在桌上滚来滚去 亮晶晶的十分好看 几天前我还生活在充满烟火气的小城里 我见过的最恶劣的事件就是醉酒打架 也不过就是往头上抱了两个酒瓶子 这么血淋淋的活人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我哪还顾得上收钱 赶紧让邵白把人抬到我后厨的床上 那个行针床是我午休的时候用的 虽然有点小 但是很干净 邵白吭哧吭哧的把人架到床上 他哥哥比他高半的多头 至少得快一米九了 躺在小床上脚都还露在外面 我打了一盆热水 用凝干的毛巾去擦他脸上的血 拨开被写进的一缕一缕的头发 我这才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长了一张很好看的脸 鼻梁高挺 下颌线紧动出凌厉的轮廓 闭着眼的时候 浓腻的睫毛微微颤动 哪怕昏迷着 他的眉头也紧紧拧起 想来是疼得很了 他的衣服已经被血染湿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毛巾递给邵白 你来吧 邵白倒也不见外 直接当着我的面拉开了他哥的衣服 好家伙 肌肉分明 那一块块腹肌码的 简直比我码的肉都要整齐 只不过上面此刻伤口翻卷 还有不少陈年伤疤 可惜了 人类的宝藏啊 我在一边偷去感叹 伸手把绷带递给邵白 因为我常年就住在这栋小楼里 切菜穿入烧烤都在这 也会背着一些常用药 邵白看了我一眼 感激道 谢谢老板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白白手 不用客气 邵力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他愣了一下 进入末室之后没多久 他就几乎再在床上睡过了 那些丧尸犹如复古之躯 走到哪里都难以根除 只要病毒感染了一个人 用不了多久这一片的人类 就都会变成丧尸 所以他们经常席地而卧 甚至露天而宿 沐浴露的香气 正源源不断地给他因为失血 而冰冷的身体住热量 他刚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正笑着递过来两片白色的药片 醒啊 你发烧了 女孩子很白 皮肤很好 一点都不像是末世人 他的眼睛弯弯的 声音脆脆的 吃点消炎药吧 少力看向他白皙的手心 那里正躺着两个白色的药片 他瞳孔一缩 末世降临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所有的药品都被炒出了天价 因为制药厂全部停工了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药物 远远供不应求 三年后的现在 哪怕一盒过期的消炎药 都能拍到几颗三级金盒的价钱 而现在 这个姑娘就这么把药大咧咧地 放在手心里催促他吃下去 就好像这不是珍贵的消炎药 而是什么大陆货一样 少力一时有些恍惚 这还不会是什么毒药 要把他毒死吧 可是一边的弟弟少白 却满脸兴奋地催促他 哥 快吃啊 即使要害他 以他现在的情况直接下手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这么弯弯绕 少力顿了一下 伸手拿过药片扔进嘴里 就着女孩子递过来的热水一饮而尽 谢谢 他低声道 伸手从兜里摸出了几个红色的金盒递过去 这几个是三级金盒 换你的消炎药 姑娘也没客气 伸手把金盒都抓了过去 你现在身体不好 按理说应该吃点清淡的 但是可惜的是我这里只有烧烤 给你整点五花肉和鱿鱼吧 少放点辣椒怎么样 少力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 却看到自己那个蠢弟弟 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兴奋道 现在有鱿鱼了 老板给我来十串 这次我钱带够了 姑娘白了他一眼 比划了约莫小臂那么长 我家的鱿鱼这么大 十条撑不死你 给你们烤四条 再来五十根五花吧 啤酒要不要 少白激动点头 要 要大杯的 少力很少这么无措 末世来临之后他迅速变强 哪怕面对四级丧尸都丝毫不落下风 但是此时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呆子 弟弟和这个姑娘说的他都听不懂 什么五花 什么鱿鱼 什么啤酒 是最近新出的压缩粮的代号吗 末世里怎么可能有什么烧烤啤酒 可是他眼睁睁的看着姑娘围上围裙 从一边的大冰柜里费力的拿出一大把烤串 冰冻的鱿鱼颜色深浅交错 还带着冰茶子 真的有他比画的那么大 少力茫然了 这里真是烧烤店 刚才他们被人埋伏 他受伤之后 少白着急慌忙的架着他往这边逃 说这里有个烧烤店 店老板人很好说不定能救他 他还以为是在开玩笑的 直到他们真的在寒冷的夜里 看到了那一处小小的灯火 他才昏了过去 原来少白没有精神错乱 这里竟然真的有一家店 一家烧烤店 少力拿起手里的毛巾 还热腾腾的 他拿起来擦了一把脸 感觉浑身的知觉在温暖里慢慢的回归 那边姑娘已经点起了火 鱿鱼解冻好了 他熟练的把鱿鱼和五花分开两边 在炭火上烤得滋拉滋拉香 大鱿鱼原本有些透明的肉质 在烘烤中逐渐变白 边缘翻卷起来 姑娘拿起油刷子刷刷两下 给鱿鱼正反刷上油 又找了一个铁板用力的按压下去 鱿鱼被按得出水 和油星子混在一起劈啪作响 然后被刷上了一层浓厚的甜辣酱 一股铁板鱿鱼特有的香味 渐渐弥漫在了屋子里 微辣行吧 姑娘手法很好 五十串五花被他时而握在一起 时而摊开 很快就从红色变成了焦褐色 勾的人眼睛都挪不开 一边的少白擦擦嘴角 只勾勾的盯着烤架一眨不眨 就好像在饭桌下 等着主人头喂的狗狗 少力恍惚道 好的 于是那姑娘又抄起辣椒面的罐子 迅速撒了几下 把所有的烤串 最后在铁架上烤了两分钟 出锅 少白你去打啤酒吧 酒杯在下面的柜子里 得嘞 少白得令 开开心心地窜起来 去柜子里翻找出 三个透明玻璃扎皮杯 去啤酒桶面前 打开了水龙头 橘色澄澈的啤酒 刷一下冲进了杯子里 泛起白色浓腻的泡沫 带着麦香气 哪怕面对丧尸群 也能面不改色的少力 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又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嘶 好 是真的 少白一点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把塑料桌椅拖到少力身前 一把拉开了头顶的白尺灯 灯光印在烤串上 映出了奇异的油量 哥 快吃 你这个身体强度 吃点烤串没事的 少白招呼着姑娘坐下 先拿起炸皮杯 来蹲蹲蹲喝了一半 脸上的五官紧缩了一下 然后畅快道 痛快 我这几天就想着这一口 拼命攒了这么多金盒 就是为了来痛痛快快撸一次串 说着他就拿起一根 热腾腾的五花塞进嘴里 用力一撸 满嘴油花 这才是生活呀 少白眼泪汪汪道 我都多长时间没吃一顿饱饭了 天天吃玉米饼子掺野菜 我的喉咙都要磨出茧子来了 姑娘似乎也被他的情绪感染 拿起酒杯来跟他干杯了一下 少力猴杰上下动了动 无意识地吞咽了一下 吃啊 姑娘招呼他 你给的钱够了 放心大胆吃 不过冰柜里还有 说着就拿起一根鱿鱼 递到他手里 海鲜独有的鲜味和炭火调料 揉砸在一起 好像冲锋的骑冰一样扑面而来 温暖的灯光 桌上冒着热气的烧烤 还有冰镇的扎皮 少力看着手里的竹签 大脑几乎荡击了 这情景太不真实了 不真实的好像是一场梦 一场美梦 他试探着举起手里的竹签 由于太大了 不得不用两个竹签分开串 上面厚厚的刷了一层酱料 散发着鲜甜咸辣的味道 他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人 低头咬了一口 肥厚弹牙的肉质 还带着一点脆 由于独有的口感 混合着酱料的甜辣 一下子充满了他的整个口腔 这真的是鱿鱼 不是什么豆干人造肉 口腔习惯了 味如嚼辣的带餐粮 在遇到这种美妙的味道时 情不自禁的口腔紧缩发痛起来 少力的动作不断加快 等手上只剩下 两个空空的竹签的时候 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吃完了整个大鱿鱼 他有些尴尬 一直以来 他扮演的都是庇护者的形象 守护着家族里残存的亲人 有什么好东西 向来都是家里的长辈和小孩子先吃的 没多要你们钱 对对 物美价廉 少白拼命咽下嘴里的肉 少力于是又拿起了一串烤五花 这一晚上 几个人吃烤烤了吃 等吃饱的时候 桌上的签子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少力咽下最后一口肉 满足的溃叹一声 擦去额头上浸出的薄汗 然后他看到了满桌的签子 一下子傻了 他们吃了这么多烤串 这得多少钱 带来的那些金盒肯定不够 怎么办 不然把少白压在这里打工还债吧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美得直冒胖 今天这对少家兄弟真是大客户了 一下子出手了这么多金盒 虽然我也不大懂这东西 但是开冰柜的时候 这些金盒居然一下子 解锁了好几种食材 金针菇 鸡翅 脆骨 筋肉 韭菜 还有我最爱的冰阔乐 明天就吃一顿真正的烧烤了 少力伤得太重 我收留他让他在楼下的行军床上休息 少白则在他哥身边打地铺 这对兄弟人品看起来都不错 从来没干过什么抢买抢卖的事 少白还会帮我打打下手 收拾一下卫生 看着窗外的夜色 空旷的废墟里 传来了丧失的若隐若现的嘶吼 在夜里更添了一份恐怖 我裹在被子里缩了缩 安慰自己 虽然被传到了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 什么都没有 但好歹我的店也跟着一起来了 在这乱世里 我起码还有一处安身之所 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材 只要我自己别做死出去 在这里我就是安全的 闻着空气里残留的烧烤香气 我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整了一顿好的 一开始少力还有点不好意思 他抿着嘴道 我手头没那么多精盒了 我这么一寻思也是 我是可以免费请他们吃 反正我的食材是无限的 但是生米恩懂米愁 这么大方似乎也不好 想了想我试探的 不然你留在这里给我当个保安 维持一下店里的秩序 我这也没有另外的工资 但是包你吃住怎么样 听少白说 这是可以担刚四级丧尸的人物 也算是很牛逼了 以后说不定会有客人闹事 我确实需要一个保安 其实最主要的私心 是他长得真的很好看啊 不是那种奶油味的小鲜肉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 烈火里厮杀出来的男人味 是我最喜欢的那款 留在店里看得哪怕当个吉祥物 我心情也好啊 我真的不想再一个人窝在店里了 少力想了想最后还是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到 那我每个月再额外 给你上交一半金盒 我点点头 那简直更好了 我以为接下来都不会有什么客人 因为毕竟都来了这么多天了 才来了少白和少力两个人 但是没想到下午店里 就来了一个男人 他在店外徘徊了一会儿 想推门进来却被挡住了 只能伸手敲了敲门 客人 我开心地拉开门招呼他进来 吃点什么 说着我递过去一张菜单 这张菜单是我今天上午赶工出来的 自从少力给我贡献了金盒之后 店里能开发的品类就多了不少 一张印竅纸上规整地写着 烤五花 一级金盒星号一 烤脆骨 一级金盒星号一 烤鲸肉 一级金盒星号一 烤酒菜 一级金盒星号一 烤鸡翅 一级金盒星号三 锡纸金针菇 一级金盒星号五 烤大鱿鱼 一级金盒星号五 可乐 一级金盒星号二 啤酒声 一级金盒星号三 眼前的男人约莫三四十岁 皮肤有黑 眉眼间有些凶狠 个子虽然矮 但是看起来十分壮实 他有些茫然的接过菜单 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 我指了纸墙上的招牌 我们这儿是烧烤店 对我来上 美样来他妈一盘子 我皱了皱眉 你吃得完吗 言下之意 你有那么多钱吗 男人瞥了我一眼 从身后拿出一个黑色布袋子 撑开给我看 我低头看过去 袋子里各色的金盒堆在一起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老子有的钱 快上菜 说着他也不用我招呼 自己就找了个桌子坐下了 少白衣看来了大客户 乐颠颠地送了扎皮过去 您的啤酒 男人看着啤酒的眼神 有些不可置信 但是也来不及说话 舔了舔嘴唇仰头一口 把啤酒喝下去一半 他猛地把杯子放下 杯壁上的水珠纷纷滑落 爽 这个人浑身血腥气很重 我有点害怕 但是刚才少力给我食眼色示意 我不用担心 我干脆放下心来 直接去拿了食材 他要的太多了 一次压根烤不下 只能边烤边上 五花 脆骨 韭菜 金针菇 流水一样的烧烤送过去 黑衣男人再没有开过口 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烤串 他的动作简直有些疯狂了 我感觉他塞肉的速度 比咀嚼的速度还快 好多次看他都噎得直翻白眼 只能用啤酒压下去 他吃得太香了 搞得我们三个都饿了 少白不好意思地推推我 老板 咱们是不是也该吃晚饭了 店里的东西也不算太多 我干脆又照着这个男人 吃得又烤了一遍 我们仨人攒了一桌吃饭 桌上摆满了冒着香气的各种烤串 吸止金针菇吸满了汤汁 上面撒着一层蒜蓉 和红绿相间的辣椒圈 咸箱里带着微冲的辣味 一口咬下去 满口流汁 金针菇特有的脆脆的口感 和小米辣混在一起 我还加了好油和一点白糖 吃起来又咸又鲜 少白吃得满眼泪花 嘴里塞满的东西 乌鲁乌鲁地说不出话来 少立拍他的后背 哭笑不得道 咽了再说话 少白拼命咽下去之后 抹了一下发红的眼角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这种日子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看着他没出息的样子笑了笑 把酒杯端起来 走一个 吃饱喝足后 我看向一边的黑衣男人 他看起来也吃饱了 正摊在凳子上 右手轻抚着肚子 我走过去笑道 客人一共是178个一级金盒 也可以折算高级金盒 请问您怎么付款 谁承想我话音刚落 男人却抬起头来露出一个冷笑 他应侧侧道 付钱 付什么钱 好家伙 这是想吃霸王餐啊 我脸上的笑容逐渐淡了下来 轻声道 你是主动付钱 还是被动付钱 男人扯了扯嘴角 伸手向我探来 你能拿我 啊 他惨叫起来 伸出的那只胳膊 被少丽凝成了怪异的形状 我从背后看到 少丽胳膊上结实的肌肉 不禁感叹 漠视人的身体素质 真的太变态了 昨天来的时候 还是个血人 今天身上的伤 就好得七七八八了 黑衣男人腾出了满头大汗 红着眼用另一只手 向少丽一拳轰来 少丽面不改色 拧着她的一只手 直接把她按到了桌子上 这个黑衣男人 在她面前 竟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跟小鸡仔似的脸 被狠狠压在桌子上 惊恐道 我付钱 我错了 都是误会 我愿意付钱 成会356个一级金盒 少丽冷笑一声 也不跟她客气 直接翻了一背 把手探进男人的背后的 黑布口袋里 哗啦啦掏出了一把红色金盒 男人心疼的呼吱呼吱 直喘粗气 却大气不敢出 只能眼睁睁 看着她的高级金盒 几乎被掏空 然后被少丽凝断了 胳膊一脚踹出了店外 我笑眯眯看着她 欢迎下次光临 男人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恶狠狠地磨了磨牙 抱着胳膊亮腔走远了 我倒不担心她报复我 这个门只要我不开门 就没人进得来 我完全可以每次 只放少丽能打得过的人进来 感谢客人带来的馈赠 这些高级金盒砸下去 我的冰柜终于又解锁了一部分 让我眼泪汪汪的是 这次解锁的不只有烤串了 居然还有炸鸡 馄饨和雪糕 这都是我之前留着自己吃的 并不对外手卖 但是吃了这么多天的烧烤 我真的好想吃点正常的菜 我跟少白窝在店里吃雪糕 少白吃得很珍惜 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 好像生怕吃完了就没了 好甜啊 她像是第一次吃糖的小孩子一样 满脸兴奋 随即又感叹道 我都好久没吃过雪糕了 都快忘了雪糕什么味了 我正咬着雪糕 一边的少丽走过来有些犹豫的 我可以借一下浴室吗 她神色有些懒然 显然是觉得借一个女生的浴室 非常不好意思 但她看起来真的很想洗澡 我还没说话 少白先跳起来了 我也想洗澡 然然 我也借 她倒是完全不客气 我朝少力笑了笑 可以啊 柜子里有新的洗漱用品和毛巾 旁边的衣柜里有我爸的衣服 都是洗干净的 你穿就行 那都是我去年双十一臀的 还剩一大堆没用完 少力点了点头 谢谢 然后进了浴室 不一会儿 浴室里传来了水生花的声音 想到她那一身健子肉 我情不情不自禁的 咽情不自禁的水 少白一无所知 咽现道 自从漠室来了之后 自来水厂就停工了 我们一般都在河里随便擦 这得两三年没洗热水早了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会烧点热水洗头 这儿可真好啊 天堂一样 过了很久 浴室的门才从里面被推开了 阴晕的白色水汽 争先恐后的涌出来 少力身上穿着我爸的T恤 结实的胸肌 把T恤撑得有些紧绷 热水熏她的她脸色微红 毛子里水汽流传 她看起来很舒服 眼睛都眯起来了 溃叹了一声 舒服 少白迫不迫不及待地跳起来 我也去洗 狭小的空间里 就剩了我跟少力两个人 我俩坐在桌前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些尴尬 明明我和少白一起的时候 向来很自然 但一看到少力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店里的白痴灯 在夜色里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末室里是没有灯的 一到了晚上 只剩下一片深黑 远处的旷野隐藏在夜里 从黑暗处传来丧失 走动的稀稀疏的声音 这一方黑暗而恐怖的夜里 只有小小的烧烤店 是安全的抑郁 我俩就这么在柜台里坐着 看着窗外的夜色 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 少力插着头上的水珠 她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薄荷的清新香气 闻起来似乎是我去年 买的那瓶夏日沐浴露 半晨后 少力终于先开口了 这两天 谢谢你 我白白手 谢什么 你也帮了我不少 不 少力摇摇头 神色认真 你给我们的元人比这更多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我一定会好好守护这里 她看着我的眼神严肃又深邃 好像一个骑士正在宣誓效忠 我面上发热 胡乱点了点头 好 你 你还有其他家人吗 少力震了一下 神色黯然下来 没了 只剩下我和少白了 末世降临的第一年 幸存的人类实不存一 我们的家人在第一波丧失潮里就都没了 我抱歉道 不好意思 没事 她勉强笑了笑 这么多年 也早就过去了 我俩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直到少白猛的把浴室门推开 大喊一声 卧槽 太爽了 用不完的热水啊 我感觉我现在才算活过来了 刚才下了至少半斤你 他身上也穿着我爸的T恤 但怎么看 怎么跟少力穿的好像不是一个东西 空荡荡的似乎还有些大 然然 为了庆祝一下 我们今晚吃炸鸡吧 我面无表情 说鸡不说吧 再说要庆祝什么 少白挠着头想了想 庆祝我们打败了坏人 我叹了口气 就知道我今天从冰柜拿炸鸡的时候 少白在一边眼睛都绿了 肯定要找借口吃炸鸡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确实应该庆祝一下 我们三个萍水相逢的人 组成了这样一个临时的小小队伍 行吧 我任命地站起来 给我打下手 得令 冰柜里的炸鸡是半成品 带骨的鸡肉上已经过上了蛋液和厚的面包糠 只要过一过油就行了 寒冷的夜里 还有什么比炸鸡更好的东西呢 少白把油烧热 我把炸鸡微微炸了一下 又拿起了过了一边蛋液和面包糠 这样炸出来的口感会更加酥脆 白色的炸鸡一到锅里 炸出了小小的泡 滋滋的声音中不断变成了金黄色 一股油炸食品特有的 罪恶而其意的香气慢慢蒸腾起来 少白陶醉地伸长了鼻子嗅着 天呐 就是这个味道 等待的时间总是煎熬的 也许是被少白的馋药感染了 我也感觉胃里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好在炸鸡的时间不需要很久 没过多久 我就把锅里的炸鸡都捞了出来 放到少白早就准备好的 铺着稀油纸的盘子里 金黄色的酥皮散发着热气 面包糠上的油光一闪一闪的 散发着诱惑的香味 我又顺便切了点土豆炸了个薯条 正好炸鸡包里有现成的番茄酱 一大盘炸鸡和薯条端到了桌上 少白又去饮料柜里拿了三瓶可乐 冰可乐的一拉罐外 挂着一层白雾般的水汽 拉开拉环的时候 二氧化碳扑呲一声喷了出来 在我这待了几天 少白大概也摸清楚了 我这里的各种食材 都是不限量供应的 拿出来一堆 剩下的空位马上又会被补上 刚才饮料柜里消失的三瓶可乐 又完好无出地出现在了那里 但他表面看着大大咧咧的 其实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从来没有提过一句 他只是吃饭的时候 没有那么省着了 以前最多吃个半饱 现在是甩开了膀子吃 很快地上就积了一层雪 寒风凛冽地刮了起来 窗外一阵呼啸 门口的小灯都被吹得左右摇晃 好在店里的温度没有受影响 还是非常的温暖 我看了一会雪后 就坐到桌前准备吃炸鸡 然而刚拿起一块赤钟 我就听到门口似乎传来一阵 微弱的敲门声 那声音太轻了 几乎被嚎叫的风声掩盖了 我正要起身 少力却阻止了我 自己站起来走到了门边 他从窗户里向外看了看 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 然后慢慢拉开了门 一个满身覆盖着白雪的东西 这门没有受力 咚咚的一声砸了进来 在地板上溅上了一层雪 很快又化成了一滩水 围巾 后退一步后 看着少力皱眉碰一下那东西 扑素素的雪花掉下来后 里面出现的赫然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 徐悦已经不记得自己在雪里走了多久了 末世来临之后 他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最开始是他的爷爷奶奶 然后是父母 到最后就连老公都没了 只剩下他拼命护着的女儿汤原 这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孩子 可是却也在寒冬降临后病倒了 这个末世前有着一双黑葡萄式的大眼睛 胖嘟嘟的小东西迅速地消瘦下来 原本白嫩的婴儿肥脸颊变得清灰干瘦 死亡的音意逐渐蔓延上了他的脸 徐悦几乎要崩溃 可是在末世 曾经随处可见的退烧药 消炎药都成了一种奢望 哪怕他拼尽拼尽全力施搏斗 攒下来了也不过一两个一级金河 杯水车薪 身后那些想要把他女儿 当成两脚羊的畜生越追越近了 他们逼迫他 打骂他 可他宁愿自己死了也不能把女儿献出来 汤原还那么小 会软软地叫他妈妈 会用小手给他擦眼泪 想到这里 徐悦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 崩溃地哭了出来 可是即使是哭 他也不敢哭得太大声 生怕引来了丧尸 怀里女儿的身体越来越滚烫 徐悦亮呛在雪地里 眼泪在脸上结成了冰 即使是在老公被丧尸咬死的时候 他也没有如此无助过 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 咬着的嘴唇溢出了血丝 谁来救我吧 他心想 救我的孩子 寒风刮得更凛冽了 吹在脸上好像刀割一般疼 徐悦感觉自己的脚已经失去了知觉 他知道他坚持不下去了 或许就到这里了 起码他们母女可以死在一起 起码他的女儿能完整地死去 他慢慢停下了脚步 打算坐在雪地上休息一会儿 可是就在这时 远处的黑暗里 似乎隐隐约约亮起了一点哄黄 徐悦疑或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他柔了柔生疼的眼眶努力看过去 那点哄黄在风中摇摆着 却一直释放着微弱的光芒 有灯 他猛地站起来 心头激荡 那里有人 在醒过来的时候 徐悦已经躺在了床上 一张不大的行军床 一米二宽 比他大学宿舍的床大不了多少 然而却散发着温暖的热议 背下似乎开了电热毯 热乎乎的让他大脑都化成一片混沌 他知道他该起来的 然而那温暖就好像一只手 紧紧拉住他不许他起身 太舒服了 他眯着眼睛裹紧了身上的羽绒被 好像是在冰天雪地里抛了温泉 这种舒适简直可以让他失去理智 然而下一秒 他却猛地翻身起来 汤圆 他的女儿呢 一阵眩晕后 他看到汤圆正被一个年轻姑娘抱在怀里 小口小口小口的什么东西 见他看过来 姑娘冲他笑了笑 这是你女儿吗 他刚才烧得挺厉害的 已经喂过一次药了 现在烧退了 徐悦愣了一下 看向姑娘手里的碗 是冲剂 散发着淡淡的药味 汤圆躺在姑娘怀里 脸色已经很正常了 正张着红嫩的小嘴微微呼吸着 睡得很熟 徐悦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他连滚打扒地翻下床来 走到年轻姑娘面前就要给他跪下 他救了他们母女的命 姑娘似乎有些惊吓 压着声音摆手 别这么客气 徐悦还想说话 肚子却突然不争气的 有些静暖起来 一阵令人牙酸的肠胃 如动声在静谧的大厅里响起 他这才惊觉 客厅里一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油香经过高温之后 迸发出了奇异而美妙的味道 混杂着肉类的香味 还有一点酸甜的酱汁味道 他感觉这辈子都没闻过 这么好闻的味道 原本干瘤紧缩的胃部 疯狂分腻胃酸 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 年轻姑娘没有嘲笑他 只是小声道 要吃点东西吗 刚出锅的炸鸡 徐悦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塑料的桌椅上 摆着一个铺满的西油纸的盘子 金黄的 泛着油光的炸鸡就摆在上面 他该拒绝的 徐悦想 他身无分文 并没有支付这种东西的金盒 然而无论如何 他都开不了口 他已经忘了多久没有吃过肉了 上一次吃肉 似乎还是在末世刚刚降临的时候 想起来恍如隔世 看他一直没说话 姑娘站起身来 他把汤圆放到床上细心盖好被子 招呼他坐到桌前 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一个高大伶俐 看起来就很不好惹的样子 另一个脸圆圆的 白白的 很有些可爱 张嘴就叫他姐 姑娘把托盘往他面前推了推 笑出两个很可爱的酒窝 尝尝吧 我手艺很好的 徐悦无法控制自己 他感觉自己的手 好像有了独立的思想 明明他的大脑在疯狂说不 手却慢慢伸了过去 拿起了一块炸鸡 外壳有点硬 是因为面包糠炸得太脆了 拿起来的时候 手指上都蹭上油 他有些恍惚地咬了一口 这个姑娘说得不错 他的手艺果然很好 香炸的翅根金黄酥脆 外酥里嫩 咬开油脆的另一颗后 里面的鸡肉肉质酥软细嫩 一口下去蹦出了咸甜的肉汁 他只觉得 这辈子吃过的东西夹起来 都没有嘴里的这一口炸鸡来的美味 这简直不仅仅是一种 味蕾上的感受 更像是一种抚慰精神的魔法 他的理智似乎都在这一刻消失了 只能机械式地去拿炸鸡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面前已经摆了一堆鸡骨头了 徐悦的脸轰一下脏红了 他居然吃了别人这么多东西 可他的兜里却只有两个一斤金盒 只能买四个玉米饼 姑娘却没有生气 笑得眼睛弯地递过来一杯可乐 用姜煮的 蛆蛆含脉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一刻徐悦的眼眶胀的酸痛 眼泪不可自已地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一个陌生人尚且能对萍水相逢的 他们是以援手 而那些所谓的亲戚 却想把他的女儿当成两脚羊吃掉 徐悦喝着酱可乐 抽气着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自从他老公死后 他老公家的亲戚就占了他家的庇护所 还把他存起来的粮食洗劫一空 这些他都忍了 末世之中 孤儿寡母 他并没有对抗的资本 可是他大姑姐还不满足 听说城南有一群特别变态的团伙 因为吃不到肉 就把主意打到了人身上 尤其是他们的首领 特别喜欢还没长大的孩子 说这样的嫩 他大姑姐于是就对汤圆动起了歪脑筋 打算趁他不再把汤圆给卖了 卖的粮食都自己留下 要不是他那天回去的早 他的汤圆 他的女儿 想到这里徐悦又是愤怒又是后怕 捂着脸哭了起来 我听到这儿也是气得够呛 这他妈什么人啊 怎么不把自己卖了 要去卖别人家的孩子 我拍了拍徐悦的背 安慰他道 别担心 这里是安全的 你们就先在这里住下 倒不是我圣母心泛滥 但是那个叫汤圆的小女孩 说是五岁 看着就只有三四岁大小 瘦骨灵循的样子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为了两次退烧药 才勉强把温度压下去 这天寒地冻的钥匙 现在把他们撵出去 就是在逼这对可怜的孤儿寡母送死 就在这时 床上的小女孩动了一下 慢悠悠地掀开了眼皮 她睡眼轻松 目光却很快锁定了她的母亲 小声道 妈妈 我看到徐悦的眼里 一下子涌出了眼泪 冲上去紧紧搂住了汤圆 小孩细细地胳膊搂住妈妈的脖子 皱了皱鼻子 眼里满是恐惧 妈妈 他们还要抓汤圆吗 徐悦痛哭出声 不抓了 汤圆别怕 咱们安全了 哦 小姑娘虽然瘦瘦的 一双大眼睛却低流原的可爱 她凑到徐悦脸边闻了一下 惊喜道 妈妈 你好香啊 然后用小手指捏住徐悦嘴边的面包糠碎渣 塞进嘴里 满脸开心 好吃 我看了真是又心酸又难受 她小孩子肠胃若吃不了烧烤 下了一碗馄饨给她吃 汤圆圆吃得狼吞的 噎得直翻白眼还不肯放下碗 徐悦在一边有些难受到 让你们见笑了 但是这孩子没生在好时候 自大出生除了喝过两年奶粉 就没再吃过什么好东西了 徐悦人还不错 她对我愿意留下她非常感激 自顾自包揽了店里所有的活迹 我刚洗碗早出来 她已经把碗筷都收了 还把店里全收拾了一遍 怎么了 徐悦看了我一眼 有些为难道 我们逃跑的时候 那群畜生追出来了 我怕他们会跟到这里 少白不以为意 跟来就跟来呗 正好让我哥把他们收拾了 我笑了笑 给徐悦又成了一碗馄饨 没事的 昨晚上雪下的那么大 脚印早就盖了 他们追不来的 结果我刚说完就打脸了 一扭头 远处的雪地上隐隐约约 出现了几个小黑点 越来越近 我心下一沉 不会吧 这么冷的天 我从窗户伸出手去 都要被冻个半死 这群人居然真的能追过来 我定睛看去 一行几个人 为首的中年女人 金瘦金瘦的 一双吊烧眼下 是高高的颧骨 面向刻薄 她身边还跟了一个 矮状的男人 那个打头的女人叫刘燕 是我老公的亲姐姐 她不是个好东西 打我老公还在的时候 就天天上我家打秋风 递着我老公 把玉米饼都给她 现在他们还要卖了汤圆 他们肯定是来抓汤圆了 徐悦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拉着我的手哀求 老板求你救救我们 汤圆还这么小 她才五岁 我看她惊弓只鸟的样子 摆摆手 别害怕 他们进不来 你安心坐着 徐悦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回身抱起了汤圆 小小的店面 是这片废墟里 唯一完好的建筑 那一行人很快看到了我们的店 小跑着过来围在店外观察 少丽和少白去后处刷碗了 在看到屋里 只有我一个人之后 几人对视了一眼 名叫铁头的男人 露出一抹有些猥琐的笑容 伸出拳头砸了砸门 老板娘开开门 天太冷了 让我们歇歇脚 一想到眼前的这几个人 居然要把那么小的孩子 我心里就抑制不住的作呕 冷冷地撇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看我不说话 几个人都来劲了 那个叫王燕的女人 一脚踹在门上 狗杖人士道 铁头哥叫你开门 你T&D没听见吗 他凑近了窗户 一眼就看到了后面 躲着的徐悦和汤圆 眼睛一亮对着身边的男人道 铁头哥 你看那个贱人和小的都在 咱们这回可是来着了 那边还有他愣了一下 眼里瞬间迸发出强烈的光芒 那他妈还有肉 真的是肉 还有啤酒桶呢 刘燕疯狂地砸着门 可是那门虽然看着脆弱 却不管他怎么用尽了力气 又提又踹都纹丝不动 队里剩下的三个人 一个是个瘦高的青年 皮肤苍白 看着颇有些下流阴狠的样子 还有一个模样和刘燕 他想着的是我们老刘家的血 你凭啥把他带走 赶紧把他浇出来 再滚过来给我们开门 他看着烧烤缠鲜欲低道 不然大刘在地底下都不明目 徐悦一听 这话再也绷不住了 三两步冲出来 愤怒地对着窗外的老太太吼道 你也知道汤圆是你们老刘家的孩子 大刘前脚刚走尸骨未寒 你们后脚就想着 把他的独生闺女拿去 拿去 他说不下去了 红着眼眶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 你们也配叫人 畜生都比你们强些 老太太一听这话脸就沉下来了 放屁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你爸你妈教没教你怎么说话 徐悦发现这扇门未经我允许 他们是强攻不进来的 胆子也大了起来 对象道 我爸我妈教没教我 你下去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 另外几人面色阴沉 刘燕不耐烦道 我们已经答应向老大了 你这样把汤圆带走 向老大发起火来 岂不是要露露顶上 露露是你亲侄女 你舍得看他去送死吗 没了汤圆 还有包子水饺 你再找个男生一个不就得了 我简直被这一番无耻言论惊呆了 指着他鼻子骂道 他妈汤圆还是你亲弟弟的亲闺女呢 你怎么舍得送他去死 骂你畜生都是侮辱畜生了 说着我拿起几根剩下的烤串 举到他们面前 冷哼道 想吃吗 几个人的眼珠子 都随着那几根油亮的烤串转动起来 喂狗也不给你们 我猛地把烤串扔在地上 又碾了几脚 铁头的面色瞬间铁青下来 刘燕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我跳脚 嘴里不甘不尽地骂着 眼见强功无果 外面的几个人又想办法拾起坏来 他们先是拿着石头 用力地砸着烧烤垫的玻璃窗 玻璃被砸得劈啪作响 然而却连个白印都没留下 更不用说裂痕了 刘燕眼见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在铁头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 从四周找了些柴火堆在门外 准备点火 把我们熏出去 但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人的时候十分可爱 还很懂事 总是乖乖乖巧地叫我们哥哥姐姐 少力没有说话 直接一把推开了烧烤店门 一键开了门 铁头大步地走上来 一拳向少力的脸上狠狠砸下 拳风带起了飘扬的雪花 而少力面上平静 连眼都没眨一下 反手拧住了铁头的胳膊一用力 铁头的胳膊肘 以一个怪异的角度扭了下来 少力居然生生地 把铁头的胳膊给拧断了 铁头愣了一下 随即脑门上浸出了痘大的汗珠 他痛苦地丝毫了起来 一只手捧着胳膊肘 捧着眼睛都红了 他看着少力咬着牙道 你TND 我要你死 然而他也知道赤手空拳 他一定不是少力的对手 索性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来挥向少力 少力矮身躲开 他的动作奇快 我们甚至都看不清他是怎么出拳的 铁头被一拳倒在腹上 嘴里被生生打出水来 他的腹部几乎变形了 喷出一口鲜血仰头倒在地上 瞪着眼睛生死不知 巨大的身躯在雪地里砸出飞溅的雪尘 短短一两鸟之内 看着人高马大的何老大手下 第一打手铁头就倒在了雪地上 周围几个人都吓呆了 看着少力就好像看着什么怪物 再也不敢说话了 少力没再说话 冷冷瞥了几人一眼转身进了屋 我有些不满 你干嘛不把他们都打死 这些畜生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少力无奈道 那个像老大 我打过交道 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这几个人带着他手下的第一打手过来 却把铁头折在这儿 自己全胳膊全腿地回去了 他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相信我 他们会比死在我手里 凄惨百倍 我一听这话也不想去探讨 到底是怎么个凄惨法 老实地闭上了嘴 徐悦去了心头大患 冲过来就要给少力下跪 他眼眶里饮满热泪看着少力 就好像在看救命恩人 激动道 少小哥 谢谢你 谢谢 这些日子我是吃不下睡不着 一闭眼就看到他们把汤圆带走了 这日子太难熬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母女 谢谢你 以后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 少力摇了摇头 嘴角扯出一抹微笑 伸手去摸了摸汤圆细软的发顶 不用客气 应该的 那之后像老大再也没有派过人来 我们也再也没有见过刘烟一家 想必少力说的是真的 他们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烧烤店后来又经历了几次类似的事情 在这样的末世当中 这个小店毕竟太扎眼了 很多人都试图攻击我们的店面 守护着彼此不愿离开 深冬的一天 徐悦突然喜气洋洋的从后厨端出来一盘饺子 我有些惊讶 什么日子 徐姐居然包饺子了 徐悦笑迎应道 过年啊 今天是除夕 日子都过糊涂了 快点快点 我包了羊肉馅的饺子 咱们赶紧下了吃 一边的少白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扎了扎嘴道 可惜今年看不了春节连环晚会了 不过 他看了看在地上跑来跑去 哥哥笑着的小汤圆笑眯了眼 这样也不错 出来让少力挂在门上 这还是之前过年囤的货 没想到居然还能用 红色的小灯挂在店门口 在夜里散发着若而温暖的光芒 别说 这么一看还真有几分过年的味道了 徐悦围着围裙在后厨里忙着下饺子 旁边少白蹲着盘子 直勾勾的看着锅里的饺子着急道 月姐 这饺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 我看这都浮起来了 徐悦笑着打了他一下 这什么急 馋嘴 这还加声呢 才浮起来了一次 还得加凉水 赶紧去给我倒点蒜泥 再倒点酱油和醋 你会蘸饺子吃 得嘞 少白笑嘻嘻的领命去包算了 我和少力无奈的笑着对视了一眼 出锅了 不一会儿徐悦端着两大盘饺子放到桌上 又在桌上放上满满的烧烤和炸鸡 还有一盘鸡尾虾 这些日子来烧烤店的人越来越多 冰箱里几乎所有的食材都解锁了 我还找了之前存的一条东兴斑 肉质鲜嫩 徐悦拿来熬了一个鱼汤 正热腾腾的冒着白气 看了一眼桌上 我有些哭笑不得 烧烤炸鸡配饺子 咱们这年夜饭也算够混搭的 徐悦笑了笑 双手在围裙上擦拭了一下 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日子 前几年做梦也想不到的 打了啤酒 我们几个人围着坐在小桌上 汤圆坐在徐悦的腿上 嚷嚷着要吃炸鸡 我加了一个饺子 蘸了蒜泥后 吹了吹塞进嘴里 好胖 徐悦很会调馅 馅里放了白糖 耗油 葱蒜水等等好多调料 面皮顺的一个方向上了劲 吃起来十分劲道 又鲜又滑 鲜嫩的羊肉 现在入口的瞬间汁水 瞬间迸发出来 混合着一点葱蒜的辛辣气 再喝上一口 熬的白白的浓香鱼汤 在冬天的夜里 激出了我一身汗 好吃 徐悦你的手艺 简直是这个 邵白比着大拇指 嘴里塞了两个饺子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还不忘去加 邵力面前的那盘饺子 邵力白了他一眼 用筷子把他的手背打下去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什么毛病 别人跟前的就是好吃 邵白也不恼 笑嘻嘻把手缩回去 汤圆两只小手 抱着一个炸鸡翅翅的正香 小嘴两边 全是黏着的面包糠和油光 他抬眼看向徐悦 别开嘴笑道 妈妈 这个真好吃 咱们之后以后 还能吃这样的好东西吗 我笑着伸出手 去刮了他的鼻子一下 嗯 每天都能 每年都能 一直都能 窗外的雪花飞旋起来 在黄色的灯光照耀下 美得如梦似幻 外面一片寂静 只有小小的烧烤店里 充满着温暖的灯光 和喧嚣的热闹 我笑着看着说笑的几人 没有鞭炮 没有春节连环晚会 但是有朋友和家人在身边 来到一世 我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失去了亲人和朋友 失去了我原本生活中的一切 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错 干杯 我举起啤酒杯笑道 让我们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今朝 干杯 其他人都伸起手来 啤酒杯在饭桌上 碰出清脆的响声 酒夜飞溅 被灯光照耀出奇异的色彩 大家都笑着咧开嘴 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今朝